我马上到 你没事吧 我没事没事就行 那我就先走了 哎要不留个联系方式 以后好联系啊 不用了以后有缘再见吧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你出来相亲都不知道收拾一下你自己 看你那灰头土脸的样子 真给我丢人 不好意思啊 路上出了点小意外 所以给耽搁了 哎哥就是那个人救的我 早知道你这样的条件 我就不来了 我告诉你 想要做我男朋友 每个月的生活费 给我五万 给得起就了 给不起我就走了 你这是找男朋友 哎呦还是还是什么还是 你个穷小子还想挑我的理 我就这样怎么了 兄弟 刚才谢谢你救了我妹妹 你说你走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包都忘拿了 你看看里边少不少东西 哎这是你的钱 还有你的车钥匙 呀 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呀 你怎么不早说呢 你也没时间听我说呀 好对了我刚才听你说 你每个月的生活费 都要五万块钱对吧 哎呀我刚才是跟他开玩笑的 那倒也不是什么大事 关键是你值吗 兄弟咱们走吧 你是谁 因为他会没时间 还没时间 看你 我怎么回事 你不然在 working 你不在家吗 那不在家吗 你怎么在家吗 你不在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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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关系轻干净就行 好嘞你们去吃饭吧 老公我们是不是撞到人了 哎咱们下去看看 哎呀老公没事就是个农民工 快别瞎说了赶紧看看人有没有事 大姐你没事吧 大姐摔哪了 疼不疼 我带你去医院看一下吧 没事 大姐你是不是胳膊受伤了呀 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没事没事 不用去医院 要不我还是赔你点钱吧 哎呀老公人家都说没事了 赔什么钱呀 老板我没事不用赔钱 哎大姐 你这医院也不去 赔你钱你也不要 你这着急忙慌的要去哪呀 要不上我车我拉你去吧 我早上捡到一个钱包 我想去派出所我怕施主着急 哎老公 这个不是你上午丢的钱包吗 这钱包怎么会是你们的呀 大姐 这钱包还真是我的 里边有两万块钱现金 三张营养卡 一张身份证 不信你打开看看 这钱包真是你的呀 我着急忙慌找了一上午 就怕施主着急 原来施主就在我眼前 还给你 谢谢你啊大姐 既然包的施主找到了 那我就先走了 哎大姐等一下 大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哦我是从农村来的 就在前面那个工地打工 正好我公司有个职位空缺 你有没有兴趣来我公司工作 不用了不用了老板 我也没有在大公司工作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干 您的好意我就心领了 就不麻烦你了 我相信以你的人品 一定能胜任这个工作 跟着我干吧 月薪给你一万 真的吗 谢谢老板 谢谢老板 老公 像他这样都能行吗 我说他行 他就一定行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情在这聊天 赶紧换钱 还钱 我也没说不还钱呀 这我在这想办法呢吗 这事和跟我没关系啊 我先走了 别动 欠你的三百万 下周还 今天是周五还有三天 你才行吗 下周不还钱 你这车就别想要了 我们走 今天给足你面子 别给俩不要俩 就是 哥 你还欠他们钱呢 你叫我过来干什么 你们也知道 我们公司财务 把钱都卷走了 现在还欠人家一百万呢 咱们也是多年的合作伙伴 你看你们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呀 哥 你也知道 我这家庭地位低 我的钱呀 都在我老公那管着呢 但你 看在哥多年帮你的份上 能不能通通通我们一下 哎 前两天 谷总不是挣了一百多万吗 拿出来给哥们顶顶呀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你开什么玩笑 你怎么不拿出来顶 咱们朋友归朋友 但是借钱 不可能 当初你困难的时候 我可是二话没说呀 就给你一百多万 你是你 我是我 大家都知道呀 我把钱看得比命都重要 那咱们今天的项目 还需要谈吗 谈什么谈呀 你谈个单啊 你外面欠了一百多万 车要是当上拿走了 怎么谈 骑自行车谈呀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哎 哥 不是我说你 这么多年 你就混成这个屌样 这钱呀 你还是自己想办法吧 我也走了 走吧 走吧 你也走吧 我知道你也没什么钱 白总 虽然我没他们有钱 但是这些年 你要帮了我不少忙 这三十万 你就拿着吧 白总 你不是也没车了吗 如果不嫌弃的话 我这儿有个小破车 你就先开着 至于那些钱 如果还不够的话 我老家还有一套房子 够了够了 你们都进来吧 恭喜你啊 小姑娘 通过考验了 不错 不错 可能我今天做的不合适 但是我代表大家表个态 新公司交给小白 你们没意见吧 没有 啊 白总 别闹了 做业务谈生意 我都不会 怎么带领大家呀 不会做生意可以学呀 但是会做人就行 其实我们大家都没想到 你会留下来 这是白总 奖礼你的新车 不不不 我有车 这个不能要 你的车 不是在我这儿吗 给你 你就拿着吧 给你 你就拿着吧 恭喜恭喜 恭喜 四海的朋友 谢谢有你 你们在哪里 我的朋友兄弟 谢谢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